NCC以附加條款來處理雙中案 但是如果我們解釋其他的媒體 像是公廣集團 這裡面不但是董監事互相兼任 連節目也有互播 NCC寄出附加條款限制雙中案 被外界炮轟超出職權 以NCC其中一個附加條款 董監事不得兼任舉例 同樣解釋其他媒體 以公廣集團為例 目前公視華視董事長 不但都是同一個人兼任 上網查詢華視董監事持股比例 將近半數都是公視董事兼任 由於公視是華視最大股東 彼此董監事兼任 依照公司法規定一切合法 同樣情況雙中案卻不行 是經營方面的原則 而且跟你NCC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管太大了 因為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話 那麼所謂的董監事的交叉持股 這個部分本來在公司法裡面 都是合法的 在舉例NCC對雙中其他附加條款 其中規定設置獨立節目 要有編審人員節目不得互播 公視華視不但有少數節目互播 公廣集團旗下 圓明台客家台 資金雖然來自客委圓明會提供 但是管理權也是有公視監督指揮 包括圓明台相關規定 第三條也清楚的列出 圓明台頻道節目政策經營 可以接受公視董事會和總執行長 監督指揮 唯獨NCC對雙中案的附加款 卻是完全背離一般媒體的經營現況 很多的那個所謂的有線電視台 無線電視台的節目呢 也互相的在重播 所以這種現象已經蠻久的 所以我認為如果NCC認為 這樣的現象是不對的話 那它就一體適用 你這樣子沒有法的話 然後做這個違法的事情的話 你違背了你一個獨立機構 應該有的一些責任 NCC寄出沒有法源依據的附加款 限制雙中 撇開爛權不談 原有的公信力 已經讓人難以行服口服 中天新聞陳博成 任以方台北報導